這應該可以說是 高雄奇山的第一根冰棒 我們是說全省第一家 本來人家小孩子 就叫他阿聲阿聲 後來因為 雞仔冰賣太多了 就把雞仔冰關到他的名字上面 跟雞仔冰賣 我們的銷售基本上 85%左右 是在4月到10月之間 我們賣的最好是個很奇特的 也不是我們預定的產品 是什麼 我們現在賣的最好是榴槤雪糕 是榴槤雪糕 是的 你好 歡迎收看決策者 我是王嘉玲 時序已經到了立秋 但是台灣的天氣還是好熱 也因為台灣這樣濕熱的天氣 造就我們有很大的消暑商機 那麼光是冰品市場的規模 粗估就超過50億這麼多 所以相信人在說 就是說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第一就是買冰 第二就是做醫生 不過台灣這麼多的冰品業者 有一家卻可以做到近百年的歷史 真的非常不簡單 今天我們就特別邀請到 吉拉冰霞的董事長 秦國妍 歡迎秦董 嘉玲好 各位觀眾朋友好 秦董今天來帶了好多歷史的照片 好像帶我穿梭這個歷史的時光隧道一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吉拉冰霞當初是開在高雄的旗山 是的 這麼多年前當初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從那個他們的長輩聽起來是這樣 有一個叫正成的小孩子 當年初他18歲 18歲而已 是的 然後他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姿勢還是靈感 他自己用鋁管 鋁米的鋁管做成方形的管 然後又買去處理一些碎冰 然後將鋁管插到碎冰裡面 然後把鹽灑到碎冰上面 然後接下來把它的醬料 把它的糖水注到鋁管裡面 然後把它封起來 大概做20分鐘 30分鐘 然後那個冰就形成了 這就抽出來以後就脫模 就成了一根一根的冰棒 這應該可以說是 高雄旗山的第一根冰棒 我們是說全省第一家 第一根冰棒 我們號稱是全省第一支 做出第一支冰棒的人 但是那時候他研發出這樣的商品之後 以前從來沒看過 居然可以吃到用一支竹籤 上面插了冰棒這樣邊走邊吃 那時候應該引起很大的風潮 是的 那時候因為這種東西很新奇 那在南部沿著夏天上吃冰室 現在吃冰室很平常的事情 以前不是那樣子的 以前吃冰室很幸福 很奢侈的行為 很時髦的一件事 對 所以他東西立刻引起 鄉親們的喜歡 大家就會來紛紛來買 所以他就很忙碌的 一直做冰 一直做冰 做到後來聲音越來做越大 接下來人家來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可以把冰賣給我 然後讓我不要再騎山 我可以去美濃 我可以去內門 我可以去鳳山去賣 所以後來我們老董 那個創辦人他就變成說 他不但是自己做冰自己賣 還變成批發商 所以生意就越做越大了 對 所以他們幾乎說 他大概半夜三點四點 就起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可能剛開始可能做 一百隻兩百隻 到最後每天可能要做 幾千隻的冰棒 然後用傳統方式做 然後每天早上大概五點六點 各地那個騎腳踏車來批冰的 因為那個年代就是那種腳踏車 沒有別的工具 就拿著木箱然後來 說我要紅豆冰石跟我要 香蕉冰石跟什麼 就批批放到自己木箱 但木箱裡面一定要放冰棒 就放著 然後就騎著腳踏車 沿街去賣 聽說當時從騎山為中心點 大家可以賣出 三十幾公里以外的地方 賣到三十幾公里以外 是的 天尖山野都這樣 其實不單單只是賣這個 雞雅冰而已 後來我們看到 大概在670年代 那個時候有一些冰果市 是對不對 對 好像很多阿公阿嬤 都是在那邊相親 談戀愛 當時的冰果市 就像現在的咖啡店一樣 個時髦聚會的地方 所以年輕人就在那邊 就來吃冰 然後互相聊天 真是如果安排相親的話 也可以就是到裡面去 大家在裡面 一個時髦場所 進來做相親的動作 這真的承載很多 台灣人共同的記憶 每一輩人對於這個騎雅冰 都有不同的想法跟回憶 不過我們說現在 其實雞雅冰已經衍生到現在 有好多種口味 算一算有多少種 我們自己開發過去 應該有四五十種以上 四五十種 是的 那我可不可以好奇 哪一種賣的最好 目前來講 我們一直都是以傳統的冰棒為主 中文傳統系列是有紅豆花生芋頭 這些產品 那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 那口味的多元化 我們也開發出水果系列 因為台灣有很好的水果 口味很好 香度很夠 芒果 鳳梨 然後那個香蕉 還有百香果之類的 還有檸檬 但是我們賣的最好是個很奇特的 也不是我們預定的產品 是什麼 我們現在賣的最好是榴槤雪糕 是榴槤雪糕 是的 反而很像舶來瓶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 我們其實在買開發一支冰棒的時候 都全力以赴 都是從食材的挑選 從這個定義 然後消費者溝通方式 我們都要想出說它是好東西 然後最後吃在嘴巴中也是好東西 這是我們的第一藥物 一定會達到的 那是開發出產品以後 消費者買不買當 我們真的也不知道 有時候你很認真開發 最後銷售也是普普通通 也是很意外 對 榴槤是我們一直開發說 這支是有潛力的 我們來試試看 那它不是個大眾市場的冰 但是結果我們做了以後 這支冰突然很紅 紅到我們全聯就不賣的量很大 它一支冰的量 大概已經超過我們其他冰的總和 總和 對 實際上是 實在是太壓抑了 因為榴槤這個口味 就好像是哈密瓜一樣 人家說喜歡就很喜歡 不喜歡 可能就不太敢接觸 沒有想到這一支 可以創造這麼大商機 尤其像我們疾仔冰 其實一年算下來 我們可以賣出300萬支的冰棒 現在是有 這個數量也是滿驚人的 其實還好啦 這個數量在消費者裡面覺得 是滿多 但是我們畢竟是製冰業的 雖然是老店 但是其實我們在製冰業裡面 不是說很大的 還有其他更大的公司在 我們算是中型商 可是最對我來講 這300萬是我接手到現在 應該有三到四倍的成長量 太厲害 以前一年大概做不到100 那現在已經做到300多萬支了 今天你帶來這麼多照片 有一張讓我最好奇 就是在你的旁邊 我覺得這兩位好像有一點眼熟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OK 當年度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吃冰是個幸福快樂的事情 而且是個奢侈的行為 所以當年度如果有什麼 靠賞小朋友 考試考得非常好 或者說有什麼慶祝的事情 對於到我們冰店來吃冰 不是吃素食店 不是吃漢堡 是要去吃冰 那個時候還沒有素食漢堡 所以那時候就我們的哨棒隊 得名以後就回來 然後再招待在我們店裡面吃冰 他們去吃一定很不得了 就好像奧運一樣 如果說小袋有沒有去吃一下 然後李楊 王麒麟去吃一下 那一家店一定會成為名店 那個年代代就這樣子 就是他們可能坐著 正午的那種吉普車 遊街以後 然後就到我們來吃個冰 就是Superstar 對 實際上是這樣 的確也留下了一些 滿美好的記憶 那另外我還好奇 就是在我前面 這是製冰的機器 還有設備嗎 這個部分是 我們剛才講我們創辦人 他有用旅館做的方形的冰館 不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後來隨著工業業化的發展 然後慢慢的做出冰的模具 這東西完全是要機械加工才辦法 還要焊 那跟我們創辦人當年度 所說的東西不一樣 可是這東西也因為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的冰才能夠後來的產量 跟品質越來越穩 所以這是我們當年度留下來的 那只要是人工接觸越多東西 那它的風險度就會高 所以現在我們的冰品 在幾年前我們改為現代化自動設備 人是不會靠近的 有自動設備來做 這部分是屬於往前走的部分 所以這些模具就變成我們倉庫 留下來到我們的歷史的一些痕跡 其實秦董剛剛在聊這個冰的故事 我覺得好像彷彿這一家 就是你的祖先創立的一樣 但是後來爬收了一下資料 才發現不是 創辦人剛剛如您所說的 這一位18歲的少年是姓鄭 鄭成先生 但是您是姓秦 你跟第二代當初是怎麼樣認識 而且他把家業就這樣交給你 這麼重要的一個重擔 OK 那我講這句話之前 我想先補充一下 為什麼會有 姓鄭成這個名字 因為剛才講 鄭成先生 他18歲就創業 做得非常厲害 做到後來變批發商 做到後來我們齊山人 稱他為點兵大將軍 為什麼 因為早上他每天早上就站在那邊 這個A 批發商500隻 B批發商200隻 C批發商100隻 好像在點兵一樣 點兵點家 這個點是點兵棒 但是我們齊山的那些騎豪 就把它系列說 在點阿兵高的冰箱 所以他就點兵大將軍 那也隨著他的知名度越高 所以本來人家小孩子 就叫他阿聲阿聲 後來因為 旗阿兵賣太多了 就把旗阿兵 灌到他的名字上面 跟旗阿兵聲 所以這個名字是這樣子來的 而不是一座城堡或是什麼 一個城鎮 對 但是我進去的時候 我發現說 他們的後代 為了想辦法把這個城 想起來 所以我們的Logo上面 也是有個城堡的 意象圖在上面 就是那個城 但我剛剛問的那一個問題 你是因為是遠房親戚嗎 還是什麼樣的淵源 才會讓第二代這麼信任你 這我覺得是個緣分 應該這樣講 我大概民國90年初的時候 我是在經濟部中小協助工作 那時候我的工作是財務顧問 就協助一些中小企業 解決一些財務 經營上或人力上的問題 我們的工作有時候是 幫他處理一下就結束 有些是做長期輔導 這個案件是因為他主要是財務上 跟銀行一些要協調的事情 我們就幫他協調以後 然後就過了 其實印象也沒有說很深刻 大概幫他處理前後一兩個月 然後就結束 然後他也再回去繼續經營他的鴨賓的事業 後來我也在民國96年 我離開了經濟部 那結果到民國98年的時候 那個鄭董他就尋 不知道為什麼他打聽到 我說是不是可以去幫他再處理一下 因為他想說他年紀也大了 那目前來講他的財務上還是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實際上是台灣 經濟比較辛苦的時候 那是不是可以協助人來幫他 把他公司頂出去讓別人可以來接 讓這個品牌永續經營 他的想法是這樣 那我覺得說 站在協助客戶的立場 雖然現在我已經不做那個 但是我還是可以協助他 我就想要幫他做 然後做著做著 其實可能緣分也不很好 我找了好幾家 但是都沒有試成功 都後來就停下來了 可是隨著時間腳步 那個他本身來講也越來越辛苦 然後他本身也年紀很大 那時候也七十多歲了 所以他就說是不是可以幫我接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本身我是台北人 那邊是很遠耶 對 高雄齊山對你來講 齊山我可以 也是因為這案件我才去到齊山了 因為到齊山 早期的齊山 是你到高雄還要再一個多小時的 車程進去 是蠻遠的 所以我那時候想一想 可是後來我想 因為在公部門待久了 實際上那個年代很主流話題 就是說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台灣那時候經濟 台商大局蹊進 然後台灣產業慢慢的有點掏空 然後失業率 中年失業率節節攀升 那我看到這情形 我覺得說因為他的 他的那時候規模也不是很大 然後員工也都六十幾歲的很多 有一幫六幾歲 加上本身來講他的 我因為認識他一陣子 我覺得他產品真的有用心來製作 就是說他們會不會想去偷工減料 他們想用最好方式把冰呈現出來 其實算是有良心的食品製造商 然後加上我看八十幾年了 如果讓他就這樣沒有了 實在是很可惜 太可惜了 對 所以衡量各種因素 我會覺得說 好 那我找幾個朋友一起來 幫你把它接起來 所以就在民國99年左右 我就把這個 給他餅餅借起來 但是在此之前 你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製造業 也沒有做過餅 對 容易嗎 應該這樣講 年少無資 所以以為很容易 其實應該講我當顧問 看過很多製造業的廠商 太多了 我每年都要看三百家 但是看跟做是兩回事 兩件事 完全兩回事 當顧問跟當管理者又是兩回事 所以當時也說 OK 就接下來吧 可是其實我當時判斷也沒有太失準的 原因是因為我當時策略是我接下來 但是我還是教有原來班底在經營 因為畢竟那個是個在地的行業 在高雄 台南 所有的鄉親 只要假日就往美濃奇餐跑 其中有一段就來這邊吃一根冰棒 或吃一碗傳統那些 青冰之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在地經營得很深 然後也很熟練那些事情 所以我當下也是有請他們來經營 我在旁邊看著就好了 事實上在前五年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台灣不怎麼景氣 所以那時候也沒有說賺 但是也沒有什麼賠 就這樣平定的 對 就這樣平平安 過了五年左右 那五年以後 其實那時候也開始 有一些契機出現了 就是台灣的食安風暴 一件一件發生了 就是油的問題 油品 食安 食材料 食材料 各方面 好像瘟疫一樣 一件接一件 那一陣子很辛苦 那陣子就很嚴重 那我會認真思考說 如果我們繼續這種 社會這種情況下去 那政府的有關衛福部 一定會開始要處理一些事情 有一些法規慢慢的嚴謹起來 那我們用鄭國勝 就是我們叫勞董 他的旗山那個工廠 那個是在民國七十幾年建的 當年度也是算是很有規模的廠 可是民國七十幾年 到一百多年也三十幾年了 所有的環境 衛生法規條件已經沒有辦法 跟上來 已經完全不相同了 跟不太上來 如果留在原來的地方 有好處我就變成一個 在地的小兵店 然後我就做的是 找量多樣化 用人工來做 然後就維持了規模 可是你知道整個來講 我們企業經營的時候 你沒有往前走 你的量沒有增加的時候 你會隨著通貨膨脹 隨著人事形式調整 你會被擠到後來沒有地方去 對 所以想想說 為了這個永續經營 那時候我就認真開始找說 有沒有機會 我把它做比較現代化的 能夠符合現代的衛生標準 然後把這個產品帶到全國 而不是只有在高雄跟台南 甚至有沒有機會放羊 出國去參加比賽 海外 對 那時候想很多 那也沒有顧說後面怎麼做 結果就開始籌劃說 要蓋個新的工廠這樣子 那真的去做了容易嗎 內部的改革 應該這樣講 蓋工廠 其實工廠就是募集資金 投入去建設 只是說我本身對這東西 當時並沒有想得很深刻很深刻 因為很多東西 你是要想像力創造的 所以我當時想說 我們現在就做一年 做大概一百萬piece的兵 那我把它放大成三倍 兩倍的規模 這樣就好了 生意後面再來找 先衝出來再說 因為你在籌劍廠過程中 你也不可能跟誰談說 我將來有兵賣給你 沒有 這個產業沒有 這個產業比 語言比我當設廠的時候 還要critical 更嚴重 後來有機會我們再聊到 所以當時我就沒想很多 然後就找一塊適合的地 我們找到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因為我們想說 在南部很多那種工廠 是在那個丁種建築用地 就是工廠的人就在水田旁邊 在馬路旁邊 那個地本身來講 它是可以蓋工廠的 可是當時有考慮到 隨著那個環境發展 排放污水 廢棄物處理的事情 將來一定會嚴重 所以那時候就考慮到種種因素 就進入我剛才講 政府辦的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進去 因為我們將來自拼所產生的廢水什麼 政府可以納管處理 我們就不用再來處理 這某種程度來講 你過去在中小企業處的一些經驗 真的的的確確也幫助到 你接下這一間數十年的老店 要讓它持續的拓展 幫助很多 因為我在政府機關待久了 其實你就知道說企業要做到很大 要做大 一定要合覆法規去處理 對 你一定要按照規許來 你的稅務申報 你的排放污水 你的市民安全 這些都一定要照法規走 我說你做越大 你風險度越高 很容易在一次的過程中 就讓你折損掉 所以我們就完成按照法規再走 當然一路走來真的是很不簡單 我相信早年他們在經營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的吉亞冰是 占有一席之地 它是很穩的 但是這些年不一樣了 你要吃冰好容易 到處都是有歐洲的 美國的 日本的 各種不同的 然後各大超商 四大超商 大家也都在做 然後連超市也都在做 坦白說現在市場競爭嗎 非常競爭 你會怎麼形容 是冰家必爭之地了 還是 應該叫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 如果再談一下 我剛進這個行業的時候 是讓我有注意全體的冰 全體冰或7000的冰 基本上應該國產的冰 占到七 八成以上 那時候以國產的冰 然後可能就是統一 義美 宵美 杜老爺這些冰 但是隨著這五 六年來 我們可以通路上看到的冰 越來越多的 例如說全家7000 就各式的雙麒麟 在店裡面販售了 還賣得超便宜的 口味也真很好吃 第二個全內冰或7000的冰 你看韓國 日本的冰 在冰櫃裡面 它占的比例越占越高 然後外國進來冰 包裝五顏六色 也滿具吸引力的 所以實際上是競爭蠻激烈的 那像我們這個傳統鰭冰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做出差異化 做出自己的市場 OK 這部分我其實當在思考這個冰的時候 什麼叫差異化 我們如果去比成本 比各種口味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優勢 因為成本 台灣有很多比我們大的公司 日本 韓國那些大食品廠更大 他們進到台灣的成本 可能比我們生產成本還低 所以成本並不是我們主要考量 那我們主要考量實際上是 我們當時他們第一代 第二代在打這個基礎的時候 已經建立下來了 就是我們在做冰的過程中 我們當時有很認真 把一些當時好的東西傳下來 像這模具我要改成自動化 但是裡面沖田的料 跟調料的那種技術 熬煮的技術 我們沒有隨著現代化的發展 用現代做法 因為現代做法可能比較 用大量的所謂那種 果汁 糖液 香料去混冰 我們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傳統就是在在地 鄉下的地方的冰場 所以我們當時原料取得的習慣 我們就是 就去買鳳梨做鳳梨冰 買芒果做芒果冰 到現在都還是這麼做對不對 是啊 其實我們還跟很多在地化的農會 或是一些農民都有一些合作 是 這部分就是過去沿襲下來的基礎 那你說 再講一些小故事說 其實台灣的經濟發展 其實紅豆綠豆是早期就有的 但水果冰的引進應該是比較後期 這一二十年才有水果冰的產生 因為過去的水果是相當昂貴的東西 當時台灣也沒有那麼富裕 可以吃那麼多 吃都不夠 還要做冰 對 那水果冰是我們後來開發出來 那我們開發過程中 我們其實是有點借力死力 因為我們 主持人開始講說 我們其實最弱勢就是通路 通路 對 以前沒有個強大的通路出現的時候 其實各地的冰店 各地的都有他們的地盤 像我們在高雄 台南 大家就來吃我們冰 南霸天 對 北部有北部的冰 台電 台塘他們也做得很好 也就是他們的系統 可是現在大家吃冰 絕大多數的冰會跑去哪裡 跑去某個連鎖通路體系 很大很大的通路線 會去超市 賣場 對 就在那邊 那我們如果維持小冰 小冰店在當年度起山 其實自己自足OK 可是現在我們一旦擴張產能 好幾倍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透過通路才能夠出去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通路的競爭是最激烈的 那我們不得不走通路 但是我們也必須在通路以外 跟剛才講的異業結合 例如說我們跟農會 我們傳統上 我們就跟愛晋農會很多人熟的 那農會他們也要輔導農民 他們必須幫農民解決一些 農產品過剩的問題 那時常他們就來跟我們討論說 今年的什麼什麼水果收很多了 那你們有沒有辦法處理 當然可以 剛好受我們強項 對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說 可以啊 那但是誰來賣 就互相要來賣 對不對 也不能說叫雞仔冰霞 因為雞仔冰霞 我剛才跟主人講 我們的冰櫃裡面有好幾十種 可是消費者不可能吃好幾十種 他就挑一根兩根吧 對啊 所以一個冰櫃裡面冰越多 其實這個叫做選擇性障礙會產生 對 所以我們的方式就是我們跟農會 例如我們就幫農會代工 我們現在有幾家著名農會 像我們大寮鄉農會 在高雄有個地方叫大寮 那地方過去應該沒有人知道 它是紅豆的盛產地 因為大家都知道萬丹 這個我知道 大寮知道 他們算是蠻用心在行銷 是 對 這家他們的總幹真的很用心 我們都跟他合作 紅豆的冰淇淋什麼的 賣得非常好 超乎我們預期 所以我們可以在適當的時機 幫這些農會 然後他們因為是 就是潛銷 慢慢的銷 也不會說一下大丹 我們可以利用空檔做他們的產品 像大寮農會 像日月潭的魚汁香農會 利用他們的紅茶 紅玉紅茶 阿沙姆紅茶 也幫他們做成雪糕或冰淇淋 但是當然是變成說比較少數 相對少 所以我們的銷售基本上 百分之85左右 是在四月到十月之間 就是在夏天 對 剩下的十一二月到一月二月 大概只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已 所以冬天真的是很冷 那是要捏當寶貝嗎 還是你有別的方式